不想在外面变成冻番薯 更多民众是到火锅店聚餐跨年 业者也都敲前部署了 祭出各种高档食材免费送 像是四人同行就送松板猪肉盘 还有业者是直接端出了免费的花蟹跟和牛拼盘 大抢这一波跨年商机 目前的定位已经全数爆满 鲜梅海鲜在火锅中随着滚烫的高汤跳动 雪花牛梅花猪涮进锅中一口咬下 口感软嫩香气浓 新鲜海虾干贝和大套Q 浮夸海陆食材全出动 跨年夜火锅店抢人流 还要加码送优惠 你好 这次是你四人预订松的松板猪肉 请慢用 谢谢 四人同行就可以吃到Q弹的松板猪 瞄准跨年族群要拼一波业绩 松板猪吃起来口感我觉得就是很有嚼劲 然后脆脆的感觉 那吃起来也没有猪的腥味 汤头有别于外面的麻辣锅 其实都连喝起来都不会 不会说太辣或不舒服 这几天刚好又变冷了 所以大家吃火锅的那个欲望就比较强烈 因为这个地区 客人都是必经那个跨年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在前几天就开始都客满了 大概有30%以上 最冷跨年夜想让身子暖一暖 另一家连锁火锅也同样祭出优惠 不手软 火锅店祭跨年优惠平夜机 不管你是两个人来 四个人来 或是八个人一起来 全部都有不同的免费食材送给你 挪威鲑鱼 花蟹还有和牛拼盘 总价值就超过3000元 连锁火锅货出去 人数一到全都免费送 饕客一口接一口 要边暖胃边跨年 汤底的豆腐跟鸭血都蛮入味的 我觉得蛮好吃的 因为它的麻辣锅真的有麻 有些麻辣锅都只有辣而已 目前定位已经是全数额满的部分 然后因为我们这边跟市政府跟101蛮近的 所以其实我们两间分店 在这部分的定位其实都是已经满额了 这次的跨年活动预计会提升我们业绩一到两层 火锅店抢客另一家连锁麻辣锅 则推出跨年限定套餐 还能边吃边看101烟火 定位同样大爆满 业者跨年抢客栈 也让业绩随着火锅一起发热 东森财经新闻 李莫山刘子腾台北采访报道